今天呢 国际的大事 今天是开始的是缅甸的泼水节 哇 大家好缺水哦 缅甸在泼水节 那么也是呢 缅甸的新年 但是今年的缅甸人他们不泼水了 改泼红期 要抗议军政府的血腥镇压 不过现在呢 还传出来 缅军大开杀戒 竟然呢 还要求家属拿钱来赎回遗体 再加上了军方不断的腰斩 ATM提零金额的上限 导致的缅甸民众大牌长龙 都抢着要挤兑现金 长长人龙看不见镜头 这可不是在抢排队美食 或是限量商品 在政区动荡的缅甸 这些民众大牌长龙的镜头 是一台又一台ATM提款机 商场里有人席地而坐 等再久也得领到钱 缅甸军政府从二月以来就关闭银行 每人每天最多只能从ATM 领出台币四千左右 经济惨兮兮 生命更是日日夜夜 为在旦夕 缅甸政变持续延烧 军政府至今已经残杀七百多人 九号在仰光东北方的古城 博固更是惨遭血洗 一天之内八十二人死亡 刷新单日单地最高死亡记录 光天化日之下枪响不断 更令人愤怒的是 缅甸当地大学生团体还爆料 军方扣押大批死者遗体 要求家属支付十二万免元 相当于台币两千四百多元的赎金 才能领回遗体安葬 面对军政府血腥镇压 民众则是上街坡红旗示威 十三号开始就是缅甸的泼水节 也就是缅甸新年最欢乐时期 现在街头却只有真枪 和血流不止的冲突 民众这回也不泼水 改坡红旗 控诉军政府手上 摘满人民 未干鲜血 记者林静如中期有报道 好 谢谢大家刷一排爱心 我们现在要来点名 第一个先刷爱心的是 是独孤天下 第二个是LS10 第三个呢 是邱台铃 还有Chain Miss 路过的裴小元张丽音 安妮素 还有李彩晶大雄 大雄小叮当找你 还有呢 韦泰 以及呢 W.L.Shen 另外 还有路过的猫咪韦泰 谢谢大家刷了很多的爱心 给我们的台中人 还有苗里人 真的他们献水辛苦了 继续要来看到国际的消息 美国白宫呢 在12号召开了半导体执行长的视讯峰会 台积电等19家的高 这公司高层都受邀 而美国总统拜登在峰会上呢 还手上拿着这个金元 表示呢 大陆打算要主导半导体的供应链 美国应该要强化半导体的产业 投资不能再等了 为了解决半导体短缺问题 白宫召开半导体执行长视讯峰会 拜登希望与这些企业大佬 讨论短期和长期的解决方案 拜登表示收到两党参众议员来信 支持晶片美国制造计划 同时提到大陆打算主导半导体供应链 并且挹注大量资金期盼达成目标 所以美国不能坐以待毙 拜登会议中首拿制作细半导体 机体电路所用的细晶片 由于形状是圆形 所以称为金元 金元越大可生产的机体电路就越多 一般认为细晶元的直径越大 代表晶元厂有更好的技术 而且生产晶元的过程当中 良品率是一项重要指标 而本次会议受邀的包括台积电 董事长刘德英 美国同用汽车福特汽车 英特尔和韩国三星等 19家企业高层 刘德英会后表示 国外直接投资 能够强化经济竞争力 创造在地就业机会 而台积电有信心 在与美国政府跨党派的合作下成功 拜登这个月稍早 也公布两兆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 其中有五百亿美元 用于美国半导体产业 希望建立国内供应链 满足眼前的迫切需求 让美国不再受制于其他国家 记者叶利伟终合报导 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多次表达 有意愿来台参访 对于蓬佩奥是不是有机会访台一事 外交部表示诚挚的欢迎 珍惜跟蓬佩奥的长远友谊 也希望早日邀请蓬佩奥来到台湾访问 这个有关于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 要到台湾来的事情 其实我们对于这个美国卸任官员 一向不管是现任或者是卸任的官员 其实我们都是积极的来邀请他们到台湾来访问 那在蓬佩奥卸任之后呢 他其实自己也表达了访问台湾的这个意愿跟兴趣 那我们当然也会持续在跟他还有他的这个幕僚来做联系 那在这个最适当的时机 还有符合我们这个相关疫情规定的 防疫规定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早日来邀请蓬佩奥国务卿到台湾来访问